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经过前面几次课程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简易版QQ的大体功能给它实现了 对吧 现在我们只差什么功能呢 我们现在只差一个测滑的效果 对吧 QQ5.0的测滑效果 还有什么功能 还有就是聊天提示通信的一个功能 然后今天这节课呢 我之前本来打算是讲测滑功能的 但是这边因为最近呢 Google有很多新的新闻发布出来 然后呢 我也关注了一下 然后就想给大家追加了一点新的内容 追加什么新的内容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啊 我打算追加两个新的内容 第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安卓Studio的一些常用插件 这个安卓Studio呢 就是Google 6月底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声明 是一个什么声明 就是说 它在2015年12月以后 12月份以后呢 它不再对Eclipse进行 Eclipse IDE进行一个优化 还有进行一个更新了 然后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情况 会造成就是我们以后 如果我们要开发安卓啊 可能很大程度上都会用到 安卓Studio上面来开发了 然后安卓Studio呢 它有一些非常棒的一些新特性 就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棒的插件 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开发出一个安卓应用程序 然后等一会儿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常用的一些插件好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追加了一个拍照功能的介绍 然后这个呢 不在我们今天这节课的范围之内 我们今天重点来讲这个安卓Studio的一些常用插件 好 那么我们首先先打开这个安卓Studio 像这个安卓Studio的搭建和安装呢 在我们麦子的基础课程里面有介绍到 我这边只是介绍到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 比较常用的一些插件好吧 好 那我们首先现在创建一个项目 创建项目的话 我这边就随便取个名字吧 就取一个Tex Tex 好 我们取好名字以后 然后呢 我们版本选择多少 我版本选择16 为什么 因为现在16的和16时期 相对来讲用的人数比较多一点 对吧 好 我们就选一个16版本吧 然后给它一个空布局 MyActivity 好 飞机器 大家稍微等一下 现在我的这个安卓Studio呢 正在部署 部署完成以后 我就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一个安卓Studio 一些公司里面 比较常用的一些小插件 可以方便我们开发的 它主要有一些什么插件呢 我这里先给大家简单的谈一下 这个安卓Studio啊 它的一些心特性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 在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 对吧 我们一个主界面 可能会有多个 很多个的页面布局 然后每一个页面呢 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什么 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些这么多空间里面 我们可能要犯的 VIPID 可能非常多次 然后这个安卓Studio呢 就提供了一些插件 来帮我们解决这个 犯的VIPID的问题 我这边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插件应该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我再告诉大家 怎么去下载 好吧 好 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安卓Studio 界面以后呢 我们先来把我们的这个 给它部署上去 先让这边看得到我们的手机 好吧 那我们就这里调一下 我们的风格 好 我们选择all 选择all了以后 然后noty 选择这个 我们的手机风格界面 就已经出来了 先改成linear layout吧 这样方便我们展示一下 改成linear layout 然后再给它指定布局方式 给它垂直布局 好 这里有非常多的text wheel 对吧 好 有这么多的text wheel 那我这边呢 就给它复制一下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好 我们有这么多的text wheel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 我重新给它 把我们的这个 给它布局一下 好 布局成功了 我们布局成功以后 然后我这边 给它指定一个id text1 好 这个呢 给它指定一个text2 id id px2 复制一下吧 这样快一点 3 4 5 好 大家看到了吧 我现在我这边是有什么 是有五个text2的 hard word 对吧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 当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止五个空间 就一个界面的话 它肯定会有非常多的空间 那我们每一个都要放到 vd 放到vd 其实它是相对来讲 比较麻烦的 然后安卓 stadio这边呢 提供了什么插件 它提供了一个这个插件 我鼠标右键的时候 有个conver 安卓layout chmel 我只要点击一下 鼠标右键 对着这个chmel文件 好 然后我点击一下 它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然后我点击OK 我们再来到我们的代码这边 这个是我们代码这边 对吧 这些先删掉 因为用不到 好 我们先把这些给它删掉 删掉以后 我们以前的话 就是要private text wheel 然后text wheel 1 text wheel 2 text wheel 3 然后自己一条一条的写 写出来以后 然后在fundvd得到 对吧 然后我们用了插件以后 我们直接contrl v 它自己就帮我们去生成了 大家看到没有 自己就帮我们去生成了一个fundvd的 是不是可以省去我们 非常大的一部分fundvd的时间 可以节省我们很多开发时间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好处 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好 第二个好处就是这个 第二个好处呢 我现在这边要给大家演示呢 我就要先去我的电脑上面 然后找两张图片 好 我先在我电脑这一边 找两张图片出来 安卓资源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找了两张图片 是吧 好 然后我给它拷贝到我们的job文件夹下面去 这里就是两张图片 什么图片 就是一个按钮 对吧 然后我对着这个job 这个文件夹 鼠边右借一下 然后这下面有个android select 我一点击 大家看到没有 自动的给我生成了一个xmail 这个xmail是什么 就是状态选择器 大家 大家只要是看过前面的视频 就肯定知道什么是状态选择器 对吧 相对于是什么 这个android select 它提供了一个插件啊 它连我们的状态选择器 都可以不用我们自己来写了 它直接可以鼠边右键 自动的给我们生成这个状态选择器了 省却我们很多功夫 而且不只是这样的 然后我再给大家建一个类 让大家看到还有更加厉害的代码 就是什么 比如说我建一个myadapter 大家看到吧 这个是一个adapter对吧 然后我继承best adapter 然后我继承best adapter以后 然后给它重写这些方法 这个肯定大家都很熟悉的 然后我们再怎么做 然后是一个will对吧 然后用will的inflate方法 这个我先给它传个line 因为不是我们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的重点是这个 它的一个新特性 好 我们把这个创建好以后 我们一般是把这个will给它返回去的 对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 Listwill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一个willholder的类 来对它进行什么 来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是吧 那我们willholder类 如果说你的这个Listwill相对来讲 比较复杂一点 你们的willholder可能写起来 也会比较复杂 它这边呢 就提供了什么 就提供了 这个插件也提供了 自动帮我们生成willholder的方法 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我们只需要什么 我只需要按出这个快捷键 大家可以看到吧 createwillholder 然后就可以创建 它自己就可以帮我创建willholder 然后willholder已经写好了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 进行调用就好了 willholder也不用我们自己创建的 然后呢 像这个willholder插件呢 它是 它怎么 这个地方把安装有一点麻烦 稍后我再给大家解释 就是这些插件 应该是怎么安装的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 更加激动人心的 一个新的插件 是什么 我再建一个类 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只要是Java应用程序啊 它要去请求网络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请求的 接送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的接送数据呢 都是要用一个Java类的对象 来进行一个封装的 然后我这边就取了一个Java病的类 它就会封装我们的那个 接送数据 把这个接送数据转化成类的形 转化成对象 对吧 然后再把对象给它存入到集合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有时候像一个接送数据 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创建我们的Java类的时候 就会感觉很麻烦 不知道怎么写 对吧 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讲 不知道怎么写 好 Android Studio呢 这边也提供了一个插件 就是你只要给我接送数据 我就可以去把Java病对象 直接给我创建好 然后我这边先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 这个里面的接送数据 来给大家演示 好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项目里面的接送数据 对吧 如果说有些朋友 不知道怎么创建我们的这个 Java病数据呢 很简单 用这个插件 我们只需要一个Json Format 好 然后把这个Json数据 给它复制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我一点OK 大家看到没有 自动的就给我把Json数据 给我创好了 把Json的对象给我创建好了 完全不用我去担心 我的Json数据 这个交个类 应该怎么封装啊 尤其是在我们遇到 比较复杂的Json Json数据的时候 这个 这个插件是对我们的开发 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好 然后说完了这些插件以后 大家肯定会相当相当关心 就说 就会说什么 这个快捷键是怎么按出来的 对吧 这个快捷键应该怎么按出来 还有就是鼠标右键 没有这两个选项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这个快捷键 是怎么按出来的呢 我这边是改了键的 它如果不改键的话 应该是Ctrl加Insert 我这边改的是 Alt Shift加A 然后方便 方便我自己的习惯 然后这个插件应该怎么安装呢 就比如说 有些同学点击鼠标右键以后 肯定没有这两个选项 应该怎么安装呢 我们到这个Sitting Sitting这个地方以后呢 点击这个 是插件的意思 然后我们点完这个以后呢 这里就会有非常多的插件 然后大家只要点击这个 把你想要的插件 在这个地方输入以后 它就会去搜索到 当然了 这个地方好像是需要翻墙吗 还是不需要翻墙 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非常非常卡 有时候呢 它就会像这样一直不显示 大家只要耐心的多等一会儿 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我就现在给大家介绍 这个Android Layout ID Converter 这个就是我们犯的VoBID的快捷键生成的插件 好 然后呢 我们的Json的这个是哪个呢 就是Json for must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Json for must 就是我们Json会计键的 然后这个Selector for Android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Selector的 就是我们那个状态选择器的 快速生成的一个插件 好 然后 然后我们的那个VoHoder是哪个呢 我们VoHoder是这个 VoHoder网上有非常多 有其他的 它也可以从Xmail里面生成VoHoder 然后用CtrlV的方式来复制 但是我比较习惯用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 你直接对着这个布局文件 然后用快捷键 然后直接点击就可以生成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然后这个Job Import 这个是什么呢 它这个是这样的 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需求 就是什么实际需求 在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呢 有些公司因为成本的考虑 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可能一个公司只有一个UI 然后一个公司只有一个UI呢 这个UI它又要出安卓的图片 又要出IOS的图片 所以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忙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它可能只会给你出一套图片 出完一套图片以后呢 你就要拿那一套图片去做屏幕适配 当你去做屏幕适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些特定的 它怎么适配你那个图片 都是会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它这个就可以帮我们 只要你给一张图片 它可以自动帮我们生成 四张九派齐的图片 而且这四张九派齐的图片 你也可以指定 XXMDIP XMDIP 还是HDIP 它可以自己帮我们生成的 像这个怎么 这些东西 我是从哪里知道的 肯定也有同学会问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们点击到我们的这个网页以后啊 好 我们只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 进入到我们这个网站以后 这个网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个插件 而且这每一个插件呢 它都会有一个图文说明 有些还是弄成的一个动态图片 然后给我们解释 就是哎 这个插件应该怎么使用 这个插件应该怎么使用 这个呢 就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东西 大家下来以后呢 哎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嗯 大家好 刚才呢 因为我的网络比较卡一点 然后现在已经正常了 大家进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 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这个code tools 然后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插件 我们怎么选择 我们其实只需要看这个 看这个下载量 对吧 下载的多的 别人都用的好的 肯定就是好东西 就比如说我下了这个 这个imagine的 imagine import 然后它这里呢 就会有详细的解释 应该怎么用这个插件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比较 比较方便大家理解的 比如说这个 像有些东西呢 比较麻烦的一点的呢 它就会弄一张动态的图片 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 这个插件应该怎么使用 我是点击哪一个把这个选项给它选出来 我们安装的时候是怎么安装的 我们安装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搜索这个名字 搜索哪个名字 就搜索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像大家下来以后呢 我就建议大家 好好的仔细的看一下 符合你们公司的需求的 符合你们实际开发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在这上面找一下 看有没有方便你们开发的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状态选择器的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找到以后 然后把这个名字给它复制过去 它这里也有解释到应该怎么安装 怎么怎么使用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界面真的是没什么多大办法 因为大家只能耐心等一下 我估计应该是要翻墙的 如果说大家有有那个VPN的话 可能会速度稍微快一点 它只要如果是正常界面的话 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地方会有很多条目 会有很多条目 你点击搜索 它就可以搜索到 搜索到以后 然后你点击它 这边就会有一个 Nistar 然后问你是否需要安装 然后你点击安装 它这里就会弹出一个 一个弹窗 然后就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进度条 一直在那里走走走 走完以后 然后你就点个关闭 关闭完成以后 有些呢 是需要你重启这个Understadium的 有些是不需要你重启的 安装完成以后 就会像这样 在这个位置 给它显示出来 好 只要有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 也有介绍到是怎么使用的 对吧 也有介绍到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下来以后 希望大家下来以后 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呢 都是比较常用的 也是大家用得到的 然后大家下来以后呢 也可以自己去安装一下 安装完成以后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因为这张的Stadium啊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感觉是 大家一定要花时间来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挺重要的 毕竟这个是我们安卓开发的一个 专门用于安卓开发的一个软件 你如果是想要从事安卓开发 你是打算做一个安卓工程师 对吧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也有力气花时间来研究 而且 它的一些信特性 不只是体现在插件上面 这个在基础课程里面有讲到 对吧 比如这个是我们的7D 像这些东西 我们不用再用运行命令来进行CMD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DOS界面 这个下面也可以直接来操作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安卓Stadium真的是挺不错的 大家下来以后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吧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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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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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